L1身份的如果被解雇的话应该如何应对 那L1身份如果被解雇的话 基本上来讲您的身份也算是过期了 也许也没有grace period 这个时候如果您有这个绿卡的申请 已经提出来在pending 就是你的i140跟i485已经提出来 而且你的i485已经pending超过180天之后的话 那么您可能可以把这个绿卡 带到另外一个公司去 这是可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绿卡 等待的这个pending的期间的话 那你就有几个办法 那就是说如果您在短期之内 譬如说7天或者是10天 那这几天之内就就马上就提出要转这个F1 就是转回学生身份 或者是说H1可是H1很难 H1B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每年4月申请他还要抽签了 那你可能这个时间上来讲是没有办法配合的 所以H1是非常的困难的 就是你要从L1这时候被解雇转到H1是相当的困难 那么你就是考虑可能是不是要转回学生身份 或者是说您的配偶 如果他是F1你马上申请转成他的配偶的F2的身份 或者是他是H1你是申请转成H4 或是他是L1你可以转成L2的身份 那如果说是你没有结婚 或者是有对象是美国公民身份的话 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跟他赶快的结婚 然后他可以帮您办这个结婚绿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